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风视线》 从去年被搁置至今的三中全会 到底什么时候开 成为今年年初以来 一直悬在人们心中的疑问 至今亚洲的中国分社社长 钟泽科尔近日撰文分析认为 三中全会被不断推迟 与习近平和普京的共同特点有关 那就是他们都不能够示弱 在刚刚过去的中国农历新年前夕 《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 习近平致电俄罗斯总统普京 而在中国新年之前 会毫不犹豫的对习近平 大家赞扬的 可能除了普京找不到其他大国领导人了 而习近平和普京有几个共同特征 比如他们都领导一个独裁政权 都希望重拾昔日辉煌 习近平倡导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而普京则希望回到俄罗斯帝国时代 为此甚至发动了对乌克兰的入侵 此外 中泽克尔指出 两人的另一个共同特点则更为重要 那就是他们都害怕表现出自己的任何弱点 因为最轻微的脆弱迹象 都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最近的俄罗斯新闻 尤为生动地提醒着人们这一点 在中国春节假期即将结束之际 俄罗斯的主要反对派领导人 纳瓦尔尼在狱中意外去世 尽管他去世的真实细节 不可能在短期内公布 但是这名普京最严厉的批评者的死亡背后 中泽克尔认为 与普里格金在6月份发动叛乱 随后就坠机意外身亡的背景有关 普里格金曾经是普京多年的亲信 他领导着瓦格纳集团 这一雇佣兵组织在2022年 俄军全面入侵乌克兰后 曾经发挥着关键作用 但是在6月23日 普里格金发动兵变逼近莫斯科 失败之后与普京关系破裂 普京当时则选择了谨慎行事 两个月之内都没有惩罚普里格金 而这一决定在俄罗斯当时 被认为是显示出了普京处于弱势敌位 直至两个月后 普里格金意外坠机身亡 人们普遍认为是遭到了普京指示的暗杀 居住在欧洲的一位熟知俄罗斯政治的消息人士透露 现在普京政权背景心机要在3月总统大选之前 将纳瓦尔尼也置于死地 该消息人士说 这是一种力量的展示 是基于普京从普里格金叛乱中吸取的教训 在俄罗斯普京政府承认的富商可以随意挥霍财富 但是他们不能够在克里姆林宫里发挥政治影响力 最高领导人的意图代表了俄罗斯人民的共识 因此领导人的愿望将高于一切微小的私人利益 这是俄罗斯政治的传统结构 而在中国 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 也实行类似的政治制度 中国不存在真正的反对党 任何看起来像是反对派的运动 都会被消灭在萌芽里 而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 这一点越来越明显 习近平加强党的控制的一个典型例子 就是对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施加的强力镇压 习近平政府担心如果阿里巴巴变得太大 他将开始利用其财务实力 影响共产党的政治权利 中泽科尔指出 普京力图在今年总统选举前展示实力 而习近平的表现也是类似 这一次重要的三中全会 本应该在2023年底前举行 为什么没有呢 中泽科尔认为 因为习近平不能够让他的弱点暴露出来 只有当他确信自己能够展现实力的时候 他才会举行这一会议 而关于习近平的弱点 在2月9日的人民日报中可以找到一丝线索 中泽科尔指出 在当天报道的春节团拜会上 退役的军事重量级人物魏凤和没有出席此次活动 此前魏凤和担任国防部长和国务委员有5年的时间 现任党的领导人通常会向退休的党内元老致以新年祝福 但是在龙年的退休元老名单中 魏凤和不见踪影 越来越多的猜测认为 魏凤和因为军队内部腐败问题而受到调查 他的继任者李尚福也于10月突然被免去 国防部长和国务委员的职务 中泽科尔指出 他们两人都受到反复运动牵连 那就是大事 而在军队内部问题得到解决之前 举行三中全会将会很困难 因为习近平需要向党内高级成员展示他的政治力量 也许还有其他重要的人事变动要在会议上宣布 但是习近平不想在军队内部仍然存在不稳定因素的情况下这样做 按照惯例 中国重大的中长期经济政策都是由三中全会来决定的 因此该会议受到全球关注 中泽科尔指出 虽然经济问题很重要 但是国际社会忽视了这次会议的政治方面 过去的习惯已经不一定适用于习近平时代 习近平政府现在特别重视国家安全 而国家安全的大部分是由军方来监督的 三中全会将会比全国两会意义重大 关键在于习近平能否再次展示他的绝对实力 而俄罗斯总统普京目前正在展示他的实力 并且有望赢得连任 中国今年不进行选举 习近平要到2027年的下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 还会面临关键的连任挑战 而2027年的前奏就是至今尚未决定的 第二十届三中全会 中泽科尔指出 也正因为三中全会如此重要 如果习近平没有准备好 那么三中全会就会被推迟 以上就是今天新风事件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六度大厨 为你量身定做美味食谱 登陆六度世界 如图点击右上角机器人 图标 然后选择六度大厨 就可以开始对话了 你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烹饪小游戏 让我们开始吧 你是想做早餐 午餐 还是晚餐 晚餐 好的 晚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 我们应该好好对待 下面是我的第二个问题 你希望这顿晚餐是素食还是荤食 或者两者都可以 荤素搭配 好的 荤素搭配非常健康 下面是我的第三个问题 你对哪种类型的菜肴 有特别的喜好吗 例如 你喜欢亚洲菜 意大利菜 法国菜 墨西哥菜 或者其他任何类型的菜肴 喜欢吃日韩风味的 好的 日韩风味的菜肴 口味独特 非常美味 下面是我的第四个问题 你有没有饮食禁忌 或者过敏食物 例如 你不能吃海鲜 牛奶 鸡蛋 坚果等等 不吃坚果 好的 我们会避免使用坚果 下面是我的第五个问题 你喜欢辣的食物吗 或者你更喜欢甜的 酸的 或者咸的食物 喜欢甜辣味道的 好的 甜辣的食物 确实很开胃 下面是我的第六个问题 你有没有特别喜欢 或者特别讨厌的蔬菜 不喜欢胡萝卜 喜欢白菜 好的 我们会避免使用胡萝卜 尽量使用白菜 下面是我的第七个问题 你喜欢吃肉吗 如果喜欢 你更喜欢哪种肉 比如鸡肉 牛肉 猪肉 或者羊肉 牛肉 好的 牛肉富含蛋白质 是很好的选择 下面是我的第八个问题 你有多少时间 来准备这顿晚餐 你需要一个快速简单的菜谱 还是你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尝试一些 更复杂的菜谱 快速简单 最好微波炉就可以解决 好的 我会为你找一个简单且快速的菜谱 下面是我的第九个问题 你喜欢用哪种烹饪方法 比如煎 炒 炖 蒸 烤 或者微波 微波炉 好的 微波炉烹饪快捷方便 下面是我的最后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特别想要尝试的食谱 或者食材 现在 让我根据你的回答 为你设计一个菜谱 主食可以是面食 根据你的需求 我为你设计了一个简单快捷的日韩风味牛肉面食的微波炉菜谱 菜谱名称微波炉版甜辣牛肉面 食材原料 牛肉切片200克 方便面一包 白菜100克 韩式辣酱二大勺 糖一小勺 酱油一大勺 蒜末一小勺 轻松 适量 步骤 在微波炉安全的碗中 加入牛肉切片 韩式辣酱 糖 酱油 蒜末 搅拌均匀 将碗放入微波炉 选择中火 加热两分钟 取出碗 加入切好的白菜 搅拌均匀 再次放入微波炉 选择中火 加热两分钟 取出碗 加入方便面和适量的热水 根据方便面包装上的指示 搅拌均匀 确保面被水覆盖 再次将碗放入微波炉 选择中火 加热三分钟 取出碗 撒上切好的青葱 搅拌均匀 即可享用 点评 这道微波炉版甜辣牛肉面 非常适合忙碌的你 它不仅制作简单快捷 而且口感鲜美 营养均衡 牛肉富含蛋白质和铁质 可以提供你一天所需的能量 白菜富含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有助于保持健康的消化系统 方便面则为你提供了 主食所需的碳水化合物 韩式辣酱和糖的加入 使得这道菜肴既有韩国菜的辣味 又有日本菜的甜味 非常符合你的口味需求 现在 我将为这道菜画一张配图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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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